哈喽小红柿的宝宝们晚上好 我呢就是想说 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个 关于去痘的内容 对 就是我前两天就做了青痘课 这里长得好多的痘痘 我呢从初中开始 就是长痘痘 然后到现在也算是战斗大人了 也是有多年的这个 青痘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我就想说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初中的时候青春期嘛 然后开始长痘痘 长痘痘我就是以前这儿 这一片 然后还有这一片整个脸蛋 全都是痘痘 到现在你看 其实能看得到这里留了一点痘坑 那其实化妆是可以遮得掉 但是有的时候在高清镜头下面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真的就是很苦恼 长痘呢你要分清楚说 是什么原因长痘有了痘 那是需要就是内调 是你的内处的问题 是需要去看医生去调理的 那像我这种长痘的 也只是这两边会长 其他地方都不长 人家说就是什么 琳达排毒不太好 就是熬夜啊 然后生活作息不规律啊造成的 有的时候去刮痧啊 然后刮这两边 然后琳达去做排毒啊什么的 然后就会改善很多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不要总是去特别勤的去换护肤品 我知道女生都特别喜欢就是尝试新鲜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总换对皮肤并不好 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 皮肤的定期的去清洁跟定期的去保养 先说卸妆吧 就是卸妆呢不管是你用什么类型的卸妆水也好呀 乳也好呀 涂完之后一定要乳化 乳化完了才能卸得干净 然后洗面奶要选择清洁理比较好的 这是就是我个人的建议 我一般会每周做一到两次的清洁面膜 那一般长痘的皮肤会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油油的 但其实是皮肤很干缺水 水不平衡 所以它才会经常的长痘 对所以皮肤的补水就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留了痘坑跟痘印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喜欢拿手去这样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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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这个习惯真的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自己去用手扣你的痘痘去扣脸 千万不要 非常的不好会留痘印跟痘坑 听我一句句 千万不要 然后可以去就是美容院或者是专业 就是清洁护理的地方去做护理 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就是乱挤她 然后要去专业的 人家有专业的工具 然后给你消耗毒去清 效果会特别特别好 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 我平时就是化妆特别特别多 而且也会戴妆时间特别久 然后你闷着她就长痘 你想想你闷着她 她就不高兴 她不高兴她就长痘对吧 我一般就是一回家就赶紧卸妆 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一般就是不化妆 爱长痘的宝宝们 可以不化妆的时候就尽量少化妆 真的因为那些化妆品 会闷的皮肤就会特别不好 而且你清洁不干净 真的特别特别容易 让痘痘滋生 然后会有很多的细菌 还有就是平时化妆的时候 化妆的用品 比如说化妆刷 美妆蛋 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跟清洁 因为放的时间长了 它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就是我大概想到的一些战斗的一些经验 然后你们也想知道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或者是想跟我聊聊其他的什么问题啊 什么的 然后也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下次再跟你们分享 好吧 拜拜